《啤梨晚步》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各位網友記住 今晚本店的營業時間到了傍晚七點半 七點半之後就不要上來了 上來網門釘就不要炸營 記住 你說我沒有聽節目 那就對不起 只是我講一聲對不起 好了 第三節《啤梨晚步》這一節其實很難去解決 凡真舊樓很多時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所以婆婆說等收樓 等收購 不如等天收 現在怎樣收購這個環境 但是又是砌樓 說的是明年七月 即2025年七月 建築物管理條例修訂實施之後 法團可能會面對更大的刑責 即是法團 很多舊樓的法團其實是三人法團 甚至沒有運作 當天區議員或政府的民政署在協助下 幫他們成立法團達到政府說的那些公眾慘語大廈管理 但事實上一棟大廈 叫你去美 只有幾個業主 最年輕的業主七十八歲 根本沒有能力去開會 去決定一些事情 或者去營運一個法團 還說這個是沒有簽收的 在明年七月 這個建築物管理條例修訂實施之後 因為刑責大了 這些法團又怎樣搞呢 所以現在就醞釀了很多法團解散 但一解散了 那些大廈管理又如何呢 其實現在都是沒有管理的 因為當年是叫做行禮如意 區議員 無論是建制派 民主派 在民政署協助下幫你們 即是叫做幫 但長貧難顧 等於你 我不能捉住你的手去營運一個法團 其實都沒有管理可言 好了 政府管理三毛大廈成立法團 由業主管理大廈維修等等事務 但很多舊下因為戶數少 業主又老賣 原本至少有三名的法團成員 因為部分業主釘了 或者移民 根本呢 連三毛人都沒有 就變成筆腳法團 有些法團長時間沒有運作 就成為不活躍法團 就成為我們的榮會 都會有筆腳榮會 是也是 僵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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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僵事僵侵都不活躍法團 مت活躍法團akter又是不活躍法 IN'ängt 他是不活躍法 continually集關於游泳的活動 牠叻叻更是關於aly'resin 但是叫做繞會 就這樣轉而就會全地想說 好了 所以稱為為不活躍法團 現年78歲先說個例子 有他婆婆 住在太子 certific WW260年的同大廈 共有二十五大廈直至2000年才性立法團 2000年的時候是24年前 現在38歲 李婆婆當時是54歲 他父親都是三人法團成員之一 到了他父親釘了 李婆婆在2017年加入法團 2017年即是現在講話 7年前 當年李婆婆都31歲 法團僅維持最低限度的運作 做甚麼呢 就是收垃圾費和保險費 到了2019年有新業主加入 當時大廈收到消防署的消防命令 和屋宇署的樓宇收緝令 但大廈維修工程做到請顧問的階段 法團的主席就不知所蹤 可否停了一個進度 到了2021年 又再有新業主加入法團出任主席 各業主出資完成更換喉管的工程之後 又沒有開會也沒有運作 到了今年年初大廈舉辦業主大會 打算商討大廈消防令限期解滿的事宜 但法團主席又不知為何沒有出席 為何會這樣兒戲呢 就派出代主席參與會議 大廈管理一直停擺 政府強制委派成建商 為大廈展開突盤工程 暫時未動工 預計工程之後 將法團收稅費用 你說多嚴重 沒有法團運作 政府強派 做完事就和你們收錢 多嚴重 你婆婆說 其實大廈是有新業主 但也不一直住 用來經營劏房 新任法團主席呢 更加嘗試收購其他單位 那你見到甚麼事 大廈大部分業主都是逃利的 就無心管理 於是管理失效 垃圾費問題未解決 道智大廈清潔呢 幾日才一次 鼠患嚴重 那你當然可以賣 拿錢 但有些人真的喜歡 住在我區 有些人也不想 喂 你不會給好價我 賣了給你去逃利 但譬如老婆婆 你這些年紀更加多 是根深 乘世人在那裡 不想搬 就算環境再差 其實那些舊樓 真的環境是越來越差的 因為我有時 都會上舊樓 你不要問我為甚麼 就是逃逃 即按一下 不是 沒有關係 我是真的有些普通人 逃逃 它上面是甚麼 我不知道 因為我是住堂樓出身的 和我作為一個社會活動家 我留意一下別人的信箱 大閘 燈有沒有開 有沒有尿尿 但現在多走幾個小時 有沒有喘氣 我和大家這麼當心 你是不是有尿厄味 那為甚麼會有尿厄味 我們小時候住堂樓 沒有尿厄味 現在一定有尿厄味 你會有尿厄味 你會有尿厄味 那些當然 那些基本上 還有很多商店 那些有些 直接做到很好的 換了玻璃 好 好了 建築物條例 明年7月生後 建築物管理條例 的修訂 明年7月生後 法團 需要 你只聽著 妥善保存 銷標文件 開會紀錄 否則就有刑責 而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 亦都付權給消防署 為樓宇代辦工程 做完先 才有法團和業主徵費 好了 你只是這兩項 命令 維修層樓 隨時過百萬 沒有人去搞 攤開 每人五萬六萬 有些堅決不給 那又怎樣 是否釘契呢 可能是 好了 法團的文件 開會紀錄等等 你一定要好 唰善保存 誰去做 如果你沒有加入過法團 我不覺得我應該有責任 但是如果你說過法團 正在想 還未辭職 法團裡面有名的營運者 我不知道是甚麼職位 我想或多或少都可能會有責任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爬底下 我真的解散法團 不敢做 不敢做的了 法團 就只能夠解散 是吧 等政府在各業戶 自己追 因為你各業戶 追我 我就給我那份 就不要拼搏我 大哥 你一沒有法團 那些樓更加陷阱 更加破落 沒有人去理 垃圾都沒有收 如果政府做政策的時候 這個消防條例 扶權給消防署做這些 或者要他們托船保存文件 這些條例 你有沒有想通過 如果這樣就解散法團 不敢做 不敢做 然後 因為法團也隨時非法 是啊 連僅餘 還有少少的能力的事情 法團也解散了 對 那些人說 這些不說 有警隊 學長計劃 九月九朝訪生 警隊我所知 我對上一次說 現在在接近六千多人 我都不知道這麼多警察做甚麼 警務署推出警隊學長計劃 原來已經有二十年了 二零零零四年 推出的 主要是被現職的警察 帶領學員 透過參加 法令營 訓練體驗營 暑假和冬季實習等等活動 令學員對警隊有更加多的認識 可以吸引到本地的大學畢業生求考警隊 這個計劃六年前 就是二零一八年 更加擴展到海外和內地的香港大學生 至今累積有超過五千五百名的學員去參加 他參加這個計劃 就不可以入職 要搞清楚 好了 但是當然 在參加這個計劃的時候 亦都有很多同學 是入職的 因此而對警隊的工作 更加有了解 人事部招聘的高級督察 陳正希說 其實這個計劃 對我們警隊招募人才 是發揮重要作用的 去到今年的8月13日 已經有超過三千三百名實習生求考警隊 當中七十六人成功 五人不得一個 這班人都很垃圾 現在警隊的修人情況 所以你是甚麼人去參加這些學員計劃 你可以想像到 好了 有一個二十四歲的盧洛斯 他亦參與了警隊學長計劃 潑湖海外是其中一名學員 原來盧洛斯 是在澳洲物理本大學修讀這個犯罪心理和媒體全部學的 亦都從事了兩年的財富經理和信託策劃師 盧小姐說 都算是有一點點成績 曾經拿過獎和接受過傳媒訪問 這些獲獎是非常容易 接受訪問 哪個哪個 有記者來 扔甚麼出去 回答 有一點點成績 但是盧小姐說 我的內心仍然是心系警隊和社會 想找一份更加有挑戰性和意義的工作 所以盧小姐不惜各自去正職工作 參加了警隊學長計劃實習 盧小姐說 作為前劍擊的運動員 運動員要具備有自律性 團隊精神和良好體力 和警務人員的特質不謀而合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我很多師兄和師姐 都有參與計劃 盧小姐曾經在警察招募組 警察公共關委部擔任過實習生 透過計劃之後 曾經協助策劃下令營 和擔任大會司 和製作宣傳片等等 我們幫那麽多事做都未找到 他認為過去的社會環境正在轉變 警務工作同樣改變 希望警隊增加工作透明度 怎能增加 我們的工作是全方位說好 不是 再說什麽說好 是香港故事的 是多想著 說是沒有用的 就這樣證明 正如那班黃絲或藍絲 想唱衰香港 我先不理會 亦都不能想的 你好的是唱不壞 你壞的亦都說不好 你明明 不止三萬八千點 明明樓價都四萬元一呎 明明失業率只剩下1% 你怎麽唱衰 夠你 美國的錢都回來了 看見有得炒 萬六那裏三萬點四萬點 上來IPO 唱不壞的 你是要壞 就崩口人記崩口碗 亦都唱不壞 你明明是含家產 吶你到萬六點 現在吶你下望到萬二點 有些吶你分析專家 而你又說吶你明天 吶你明天會更好 明你老母 吶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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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講這些 有什麽講的 吶你請不到人生六千多人 吶你放鬆條件 體能不緊張就要 吶你老母 一下就不想要 一下不行就慢慢搞 進去 一下就不想要 吶你老子 吶你老子 有些 有些相片 吐欖大忍過我的 是呀是呀 你可否成仇白發 吐欖大忍過我的 有否搞錯 好了 好了 另外香港儀科學院和香港小童群益會舉辦的 儀科醫學彭程奮進堅毅獎學金2024頒獎 我們長話就短說 梁朝偉 Tony 倆捐了三百萬 另外捐了趙慕激 好像是法國的畫作出來拍 就用下屆的獎學金 訪問梁朝偉 最重要是梁朝偉這段 梁朝偉說他去年參加活動時聽到小朋友的得獎感受 覺得他們很堅強和懂得感恩 希望他們繼續努力 堅強面對生命 他希望可以對他們有些支持 亦希望可以透過他作為一個藝人 令到更多人認知他們這個團體關注和支持這群小朋友 梁朝偉這次行為做到了 就因為他才會讀這段新聞 這個是儀科醫學院和小香港小童群益會 儀科醫學會彭程奮進堅毅獎學金2024 即是說這個獎學金是連連都有的 最主要的獎學金 其實有20名是卓越成就的獎學金得住 包括10個小學組 10個中學組 每人有5萬元獎學金 亦有很多其實有些disabled 可能是少年糖尿病 心臟病 亦有同學代表香港會去巴黎參加殘疾運動員奧運會 另外有一個得主也是中學組 是有輕度諸如正的 這一班其實都是一些 怎樣說呢 都是如果我們現在來說 是一些缺陷 我不用殘疾的小朋友 但是呢 尤其是這樣的 我都經常思考這些問題 我們不需要特別去說 他跟別人不同 因為其實每一個小朋友都應該不同 所謂正常的小朋友 都不應該是一個沒有吸出 大家有自己的天分 性格 但是呢 正正因為他們可能有心臟病 譬如這個 有一個叫陳表謙 一歲開始就已經有做心臟開胸手術 然後呢 可能他大概開始慢慢三四歲就開始越來懂事 知道自己隨時有可能接受功風險手術 反而我不知道是不是小朋友會這樣想 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 所以呢 很喜歡演戲的他 就是很努力的 每一天又做義工 又會去拍戲 即是做舞台劇 又做導演 很珍惜那個生命 當然我們希望他 當然好像我們上星期看新聞的那個人 不知道日本仔還是哪裏 澳洲人 說那個醫生跟他說 你可不可以撲街了 你胃壯癌 你可不可以走三個月 那麼他就去前輪的那裏 就去不知哪裏 結果會多了四十年 那麼我們當然希望這些小朋友都是這樣 但是因為他們覺得 時間有限 很多事情不是必然的話 他往往呢 對生命的熱情 是比我們所謂的正常人大 那麼我相信梁朝偉呢 他說去年聽過 即是瞭解了他們以後 他覺得很感動 OK 亦都覺得他們很懂得感恩 他們沒有 他怨過天 給這樣的主如症 心臟病 反而他更加努力地活下去 OK 那當然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是吧 好的 休息